大家都覺得既然兩兩夫妻感覺有點什麼 兩個女生要不要有點什麼 因為兩個男生有對照戲嘛 兩個女生雖然沒有 但是大家都期待這兩個女生應該要有點什麼 大家覺得那個兩個女生在戲裡面雖然沒碰到 但是站在一起的時候有CP感 對 所以我們想說就把事情再弄明一點 就再創造一條戲 不讓導演看到了前提之下 為什麼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 我們這樣就會超出劇本太多 大家好我是劉亮佐 我是賴雅妍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銀河旺大家好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果頭劇場的一齣新戲叫做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歡迎兩個記性比我好的演員 哈囉我是劉亮佐 哈囉大家好我是賴雅妍 兩位好 謝謝 真的很難得很難得可以上節目 應該也是我 其實滿長一段時間我接戲的頻率比較低 前面三年我都在一個學校當戲主任 是 然後照這個 現在卸任嗎還是 卸任我離開了 我今天暑假離開了 所以就比較多時間可以做其他事情 了解 像釣魚啊什麼 我上次記得是 戴雪小鎮 對 還有夏海經傳 夏海經 這位說書人 氣性超好的 沒有因為剛好都是和我有關的 果頭劇場的戲 是 雅妍上之前的果頭戲是什麼時候 十年前 是 再見女郎 對再見女郎 對對對 太久了 這中間都在忙拍電視 電視劇電影 然後當然也有別的劇團的戲 對 因為果頭不要我 沒想到還是有合作了 這一次的合作很特別 因為是楊世鵬大導演 對不對 以前沒有合作過 我合作第三次了 他最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合作過了 第一版的那個 誰叫我上錯床 是你 我就露屁股那個 對 我從你以來第一次在舞台上全裸 背部 了解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那個《步步驚笑》 哦 四部啊 其實四部 然後再後來搶錢的世界 然後再來是 也有我大的真相 你是楊世鵬導演的 愛將 他喜歡沒有頭髮的人 對 真的真的 他特別講 還有 還有誰 還有誰啊 沒有就只有我一個 你說劇場見 只有你一個沒有頭髮 應該也有 但我沒有印象 一下想不出來 但他特別有講 他說 哎呀阿董啊 你這個樣子太好看了 因為國外很多這樣的演員嘛 台灣 游柏蓮娜 之類的 對不對 傑森 史達森 還有布魯斯威力 還有很多 就是屬於個性就對了 但你在這一書戲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裡 是有個性的男人嗎 算比較安靜 但是感覺有點誠腐 但是又很友善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這是兩對夫妻的一個戲 對 你們就是其中的 一對 一對 但是我們在戲裡面 居然沒達到 這很神奇 對 碰到沒碰到 其實也有講 就是 好像總共是七場 對 七場戲 七場戲 對 一直都是兩兩兩兩兩兩 桌對廝殺的戲 對 然後曲歌 曲中恆曲歌 就是從頭到尾 每一場都有他 他有錢比較多嗎 可能有 但我也沒問 對 還是他可以吃 他可以吃兩個便當 他可能需要 再多喝一點 體力消耗比較多 對 他真的很辛苦 真的嗎 七場沒下台 對 然後一打三 有中場休息嗎 上次有 然後我們這一板 想盡量爭取不要 上次是多長時間 就是如果扣掉中場的話 120左右吧 120出頭 對 就兩個多小時多一點 兩個多小時 對 那現在好像更精簡一點 所以真的說不定 可以不要中場 因為這個戲 一氣呵成的話 會非常好看 我覺得 這個戲到底在講什麼 其實你要講簡單 兩個字就是 兩對夫妻偷情的故事 對 就是雙重外遇 對 還不只雙重 不只 我們可能會想 再把它弄擰一點 對 然後所以就是 主要一開始 就是我們本來是兩對夫妻 然後 住在法國巴黎 對對對 我們要強調一下 對對對 在法國巴黎 然後所以其實大家對於婚姻的 概念都還比較開放一點 好 我們要先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台灣觀眾可能需要 是以為西方的背景 對對對 然後一開始的開場就是 我跟屈哥兩個人躺在床上 剛結束 對 然後展開了一個故事 然後再下一段就是 屈哥跟他的太太 然後第三段呢 又是 我們又去 在外地又偷情了一次 會不會越講越多 然後到 然後到第四場呢 他們是很好20年的朋友 一起打網球 聊天 每一場戲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訊息在裡面 彷彿讓觀眾不知道到底誰說實話 誰說謊話 到底誰有騙了誰 到底是誰 有把偷情的事講出去又沒講 誰知道誰又不知道 然後就一路就是 一直到第七場戲 最後一場戲的時候 觀眾不是很一目了然嗎 其實也沒有 觀眾也沒有 他會是一個讓觀眾自己去想 你覺得你想要的答案是什麼 因為我們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對 劇本太高明了 對 我聽說 我們的斗哥竟然說 這是你看過最好的劇本 之一 但是要講話 你沒有說之一 因為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劇本 但不同類型 比方說 比方說 那個 《外遇遇見羊》 就是一個荒謬劇 就是我演一個 你也非常喜歡的 我非常喜歡 我外遇一隻羊 我不會演 然後那戲超好看的 劇本超好看的 那這個是我看到的 喜劇來講 非常非常高明 真的是超巧 你覺得高明在哪 以專業的說法 你以喜劇來講 它就是非常好笑 就是你只要把台詞執行出來 演員只要執行出台詞 就已經夠好 85分 然後再來 聽說誰演都不重要 也不是這樣講 節奏的部分 而且其實也還是要看外型 各方面化學作用 因為觀眾是很直觀的 對 然後再來每一句台詞 因為這齣戲 或是這個劇本 它的原名叫《真相》 那我們中藝之後就加了叫 《你和我他的真相》 那真相的概念是 每一句台詞 聽起來都是實話 但聽起來也像假話 對演員在詮釋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一開始拿到 我也不知道這劇作家寫真和寫假 我們必須前後前後前後 各種縫隙去對 才覺得說應該是什麼 還應該喔 還沒有正確答案 難道導演在排練的時候 不會特別指導 你們要說得比較像真的 還是說得要比較油腔滑調一點 它會有一個中心思想的概念是 我們可以往那邊去 但是你每一場戲 其實你 有些節奏稍微換一下 或停頓一下 觀眾就會覺得你一定說謊 或說 我覺得你說的是實話 所以其實有很多觀眾 不只看一場 然後每一場他們都覺得 算了 我不想猜了 已經不知道誰講的是實話 誰講的是謊話 就是今天我仿佛覺得 你才是對的 可是明天會覺得不對不對 他才是無辜的 然後就每個人就講完之後 大家最後就是 有人覺得大魔王是誰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不對不對 其實那個一直覺得 他說實話的那個人才是大魔王 這個懸疑性是一直到最後會揭曉 還是這個喜劇其實是沒有要揭曉 有一個 因為我沒有看過 對 有一個大的部分 它是會讓觀眾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子 可是你在往回去想的時候 其實每一句話都可以是真可以是假 我就是劇本的高明之處在於 它很像人生或者很像婚姻關係 或男女關係 或伴侶關係裡面的那種 我們互動的狀態 因為我們總會想保留一點點自己的什麼 而產生了一些 不是真實的什麼東西出來 就像我們面對外界也一樣 有可能在家很邋遢 可是我來這邊好像必須要正常 至少要穿一個沒有破洞的T恤 對 至少要穿牛仔 我在說我 因為我常在家會穿著有破洞的 或已經在荷葉裡 我都無所謂 這很Fashion 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算某一種 我們對外界的一種謊話 因為它離開我們的真實是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我覺得劇本厲害在這邊 就很好笑 然後很荒謬的關係 然後它呈現了一種很細微 而且很深邃的 人跟人之間的一種宇宙性道理 那你覺得你可以應用在你的生活裡嗎 你的婚姻裡 會反省很多 真的還假的 到底需不需要謊話 到底需不需要真相 到底你在這關係 你有這麼困惑嗎 斗哥 我當然沒有 因為我 你有這麼困惑嗎 也不好說 在這裡也不好說 我頂多是 有時候去釣魚的時候不好直說 可能要繞個彎 最近好像寶寶OK嗎 家裡好像很常吃海鮮 是這樣嗎 這有點太直接 我會先試探一下 這個小喬 就是我太太 是不是小孩這邊OK了 這幾天好像還蠻好的 那我下禮拜可以去釣魚吧 是那種美哀 對 請求浴 請求浴 在請求之前就有很多迂迴 但這沒有什麼欺騙 只有迂迴 但你回家的那個時間就要欺騙了 為什麼 太晚回家掉太晚了 塞車 對 你怎麼到現在還沒回家 不是 那路上塞車其實是掉太晚 這幾個小喬不能看 可以啦 這比外遇小多了 這太不重要了 OKOK 那只是釣魚不是釣人 對 那雅仁 你在生活中 問女明星這一題很怪 對不對 你自己覺得 婚姻這件事嗎 我就說 對於 謊言 台詞裡面有一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 我們沒有說謊 我們只是沒有說出真相 所以其實 真相跟說謊那是兩件事 沒有說出真相跟說謊是兩件事 是 我只是沒有告訴他 但是並不代表我說謊 這就是一個很tricky的東西 就是 你怎麼去拿捏這個分寸 那你覺得你生活中拿捏得好嗎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像我們的工作 你很難去分享私生活那一塊 對啊 可是很多人是對你的私生活 或是私以下的任何的習性 非常感興趣 那你就會選擇 我不告訴你 是 但是我並沒有說謊騙你 去講一個 不是這樣的事實告訴你 那就是騙 那就是說謊 可是我只是沒有說出真相 那如果對於那種 刻意去營造出一個人設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也 你覺得算不算 可是這對藝人有點奢求 我必須這麼說 如果用過高的那個 演員不就是在做這件事嗎 是啊 就是我們每天都在創造人設 就是我們現在是一個這樣的戲 我們就創造這樣的人設 其實這好像是我們的日常 對 但是我們沒有說 我們只是沒有說出真相 對 你只在扮演不同的 不同的實相 對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覺得每一個刹那 每一個遭遇都是 有一個reality的話 對 你是在創造那些東西 對 這次另外兩個演員 你們有合作過嗎 有有有有有 曲哥 我們算算 合作蠻長時間的 很多 應該很多次 然後 你比較有印象的 我比較有印象 我跟他講過兩次脫口秀 然後 脫口秀 然後還是我編的 然後我們兩個被那個 不是相聲 不是 是現在的這種 也不像現在的蔓才 我們還是比較 稍微規矩一點點 有在演出嗎 沒有 那時候一次是廣播金鐘獎 我們擔任那個 中間一段節目 一個一個節目 然後再來一次是一個商演 然後我寫劇本找他 哇賽 那兩次我們兩個 真是臭著臉 在後台 因為那罐口 吃得太吃力了 你知道 不是你寫的嗎 就是我寫的 因為我想說很精采 那我們有時間 可以這樣背啊背啊背啊 到時候上台 誰知道我哪人那麼勤快 就 前面幾天都在背 所以都快剉了 所以那個印象很深 我記得廣播金鐘 然後那一次我們兩個 在後台簡直崩潰 就全部臉都垮下來了 斗哥怎麼辦 上去一定完蛋了 我不要怕 你覺得跟我們 我也怕 你不覺得跟我們這支排戲 的感覺滿像嗎 你也說我也怕 我也怕 而且那時候背還背 那早期氣象 什麼 行春 什麼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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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背股票 大力光 什麼基電大基德 就是背這個東西 好酷喔 欸 這種事情如果真的當場出包了 或者接不到了 怎麼辦 好險過了啦 那當場沒有就是 灌口截掉啦 就這樣 這是套路 就是說 你灌口截掉 1234578910 就你到6斷了 你就斷吧 後面都不能接了 不能從8 不能再接 那就是難看了 難看了 你就123456 你看這個怎麼直接來了 就好像意思 我們節目只有這麼長 就對了 但是你如果再三段 就很少 就斷了啦 123 我們就大家覺得 嗯 老闆就說 我付的錢應該 要聽多一點的打折 是是是 所以這次劇中 然後阿德呢 阿德 我跟他合作 舞台劇 然後還有很早期 有電視電影 那真的啊 對 我 當然我們小 聽說你 這可以講嗎 講什麼 在劇中你跟阿德也有 沒有 沒有 我跟他沒有 沒有嗎 是曲哥 我以為 你是指 就是也有關係嗎 嗯 不好說 就看觀眾怎麼想 OK 任文哥問這一題 應該講說 我是他老公 對你是他老公 阿德是曲哥老婆 我們兩個有沒有 劇場看 劇場看 這個是比較 要懸念 非常吊詭 那你們兩個是已經沒有愛 對不對 還是有愛 也不是 也有愛啊 也還是有 戲裡面通電話的時候也是蠻好的 對 所以沒有見面但是有通電話的戲 對 對 通電話戲是真的嗎 真的 我是說現場也還是用錄音的 沒有 就是單方 對 是單方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打來 對呀 你看 你看 我立刻就想到這件事情 我跟金哥講說 你打來的 我老婆打來的 還去旁邊講了一堆 我愛你啊 但其實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對 這不是你教壞小孩 其實不會 還不會 滿警示的 對 就有在床上但啥都沒幹 沒有 這個我不擔心 舞台劇的床戲什麼都看頭都沒有 有騙人 但是 騙人的那個人 彷彿 得到了一些 得到了一些什麼 報應 懲罰之類的 滿警示的 對 我覺得 所以我來請問我們賴小姐 你跟另外兩個人有合作過 我其實跟斗哥合作的次數比較多 對 然後曲歌的話 你們都是演什麼 我像劇 對 那你們是演 上司跟下屬 我通常演老闆 你通常是老闆 我通常是老闆 然後你是 小員工 對 OL 曲歌的話 我們就有在同一部戲好像沒有對到 那阿德是真的沒有合作過 完全沒有合作過 但是我們一見如故 就是我們一見如故到就是 我們只是羨慕的時候大家有合體 大家都覺得 既然兩兩夫妻感覺有點什麼 兩個女生要不要有點什麼 因為兩個男生有對到戲 兩個女生雖然沒有 但是大家都期待這兩個女生應該要有點什麼 比較刺激 不是衝突 或曖昧 就是CP感 因為大家覺得兩個女生在戲裡面雖然沒碰到 但是站在一起的時候有CP感 對 所以我們想說 就把事情再弄泥一點 就再創造一條戲 再弄大一點 對 不讓導演看到的前提之下 對 為什麼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 我們這樣就會超出劇本太多 對 因為我在戲裡面也不小心假裝跟他通了電話 可是我要問你跟阿德為什麼一見如故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他去年是有點紅 他一直都蠻紅 他去年有一點特別紅 去年什麼事情 對不起 他有得獎 他有得到白 對 白玉蘭 白玉蘭 上海那邊 從年輕到老 對 不容易 但是我們雖然在戲裡面沒有對到 但是我們排戲的時候會碰到面 然後我們就 就患難見真情 對 就會一起去看電影 你會叫他姊姊嗎 不會耶 我就是阿德阿德的這樣叫 沒禮貌 他也不喜歡人家叫姊吧 他絕對不喜歡 董哥 德姊 因為其他人叫他德姊 你以為這樣已經姊了嗎 在這個戲裡面沒有 可是外面已經開始有了嗎 對 因為就是他身邊很多小朋友 或者他的工作人員叫他德姊 然後我就說德姊 我說對不起 我叫你阿德是不是他沒有禮貌 他說不要 你不准叫我姊 對 那但是因為就是因為 可能就是因為他很好相處 所以我們就會一起去看戲 一起去看電影 然後看完戲會一起討論 我常去的一個藥局 還是他介紹給我 因為那時候他住那附近 我們德姊年紀也到了 我們沒有得同樣的病 我只是說他同意有一個藥局 他覺得很好的 是他介紹給我 所以也到了去買營養品的年紀 對 一些保健食物 不過他已經搬離那裡了 所以這就是 上一次已經演過了對不對 那這一次在演除了一些事情弄您之外 因為整個心情非常輕鬆吧 沒有耶 因為舞台劇演員通常我常覺得 就是這樣一直重演一直反場一直反場 就跟影視的心態很 工作的心態很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影視常常就殺青 整個事情就沒了 是啊 短期近 那舞台劇好像常常 然後大家突然要再聚首 要再重排一下 可是我覺得每一次 隨著時間 我覺得大家心境有不一樣 我覺得每次想要修正的東西 又不一樣 像我們這次在讀本的時候 董哥就給我們很多意見是 我們如何把一個翻譯劇本 再口語一點 再接地一點 然後再幽默一點 再緊湊一點 你說會出現很多台灣式的笑話嗎 沒有 有時候我有點討厭這種 當然不會 太刻意 我們怎麼樣還是都在巴黎 對 時代呢 時代就是近代 近幾年了 但也沒有提到任何外面的事嗎 沒有 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的 沒有其他奧運嗎 沒有 沒有 太近了 這太近了 對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獨立的時空 沒有什麼時間性 了解 我國東很喜歡這樣子 對 國東很喜歡抽離 這是好像07年的劇本 是吧 2007的 好像是吧 就這個作者 還是很新 Zeller是28歲好像是 他現在40幾歲了 就是可以算新的劇本 所以大概時間是這樣子 不是很古典的 對 這種人數少的你們應該會很喜歡吧 因為通常這種都非常是考驗硬底之演員 所以沒有很喜歡 沒有很喜歡 我蠻喜歡 人少 因為這樣那個說實在 sponline會非常清楚的 對 就一直照 尤其每一場上去只有兩個人的時候 嗯 我覺得我壓力比較大可能是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 一 三 五場 然後第一場跟第五場是 這樣不是剛剛有個休息嗎 是是 但是我就是上半場的第一場 跟下半場的第一場 我覺得開場好難喔 你說都是你開場 就是我跟曲哥 對對對我跟曲哥 開場有什麼難 我覺得很難耶 是講因為我們這些觀眾聽 那種感覺就是 你必須要穩住 整個戲的調 因為開場的第一句話 你就好像彷彿就覺得定了這一場戲的基調 我不是講 我覺得其實是會有點壓力 我們已經講那個脫口秀的時候 我也是打第一棒的 然後第一棒下來之後 後台就會講說今天OK 真的 是不是 尤其喜劇或脫口秀 你第一場把那個觀眾帶起來之後 後面其實笑點比較好執行 因為其實每一場戲太多訊息了 那觀眾有沒有get到 他有沒有完全在燈一亮的時候 就直接跟上線 所以畫是很多的 畫其實不多 但是也很迂迴 因為很迂迴 你說曲奇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連豬炮那樣的意思 對對不是 我看過別的也是西方劇的 也是很少的夫妻 可是基本上都是一代類似吵架那樣子的 所以那個整個張力也很強 然後也是很家庭型的 可是這個是比較輕鬆的 這是喜劇嘛 是 然後他台詞都是短打 沒有太長的台詞 對 比較生活 比較生活 不是演說式的 沒有 甚至沒有什麼一個人 站在那邊講一大堆的 獨白 沒有沒有沒有 但最多 突然這樣有一些道德的字型 沒有 大概最多五六行 最多 而且大概只有三四個part吧 對對對 所以大家會 都是劇哥 對 反正不是你們就對了 你也有一part 我一part 對 還好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這次這一個果頭的星系 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我每次要看一下紙 上寫的這個劇名 那 演出的時間 一點的構想方法 你幹嘛全都丟給他 耶 因為我這邊看得比較清楚 這位大哥 對 10月18號到20號在北溢中心 然後10月26號呢 我們在高雄的 智德堂 耶 你有講三個字 棒棒 我其實都記得啦 你說你會旺 所以讓你加強的 謝謝 謝謝 沒有 這次沒有 但上一次有 上一次有 台中人不喜歡 我不許你這樣講 但是我必須說 演台北 台中跟高雄場的時候 觀眾的反應其實差蠻多的 說說看 就是那個呼吸感 就是感覺 台北比較急促嗎 應該說 台北的觀眾 應該比較有偷情的經驗 說得好 比較有偷情故事的經驗 所以你覺得他們比較 笑得比較多 每一句都覺得很好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他們每一句都覺得 好像可以他們連接到的幽默感 那你說台中 台中的話就是那種 偷情故事聽得比較少 就會覺得 你們怎麼演這麼 真的嗎 你覺得 對 有一點這樣 那高雄是 我甚至有一次看高雄 台中有這麼保守嗎 我覺得大家對於 在台上公開的討論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 還不習慣 會覺得有點說 這樣不行耶 真的啊 然後你們就這樣子 就這樣 開誠不公的討論嗎 然後沒有人受到懲罰嗎 然後不應該就是 就是要最後是 我懂我懂 對 有一點 兩人講得很好 那高雄的高雄是居中 我覺得高雄他們反而是很表現型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看高雄場 然後他就說 隔壁有一排的阿姨 就是在罵說 這不行 這真的不行 你說邊看邊反應 對 他說這樣 然後就很激動 情緒很激動 這不是喜劇嗎 我有點搞不清楚 還是什麼 還是道德劇 他們覺得應該 應該要 快一點 不能這麼喜劇的去處理 那請問這位 鋼鐵直男 您覺得 鋼鐵直男 你覺得 你覺得他的這個觀察 我不太會去 你不太會分析觀眾 沒有 我不會分北中男 我比較會分析 不是不是 現場觀眾的那一場的氛圍 不同 對 我們以前演過非常好笑的喜劇 可是到某一場的時候 他可能落在台中 可能落在桃園 可能在高雄 沒有人笑 我印象中是嘉義 OK 然後完全沒有人笑 可是會不會演笑的是演員的 有的時候那個節奏跑掉了 或是什麼 不會不會不會 你覺得不是 對 我們掐得蠻緊的 掐得蠻緊的 那這一次演出 我比較沒有那麼強烈覺得北中男 反而是覺得某一場觀眾有點 不是我們習慣的樣子 可能笑點比較鬆 或者他比較我們挑逗不起來 可能是這樣子 了解 好 反正這次就考驗一下 我們10月18、19、20的北溢中心的觀眾 還有10月26的高雄文化中心的觀眾 謝謝賴雅言 謝謝賴雅言 謝謝賴雅琢 大劇場見 謝謝 明天